主料,鸡蛋三个,淡奶油200毫升,饼干80克,巧克力70克,辅量,白糖,准备时间,移到两小时,制作时间,两小时以上,饼干放入保鲜蛋内,用擀面杖擀成碎粉末,两个蛋白和白糖打发,将饼干粉末放入,因为觉得太干,又放了一个打散的鸡蛋进去,搅拌均匀,上下火,170度。 烤15分钟取出,晾凉,蛋黄加入适量白糖,打发质浓稠,巧克力切成碎末,淡奶油打发,将大部分巧克力倒入蛋黄椰中,留下一碟作为装饰,搅拌均匀,将打发的淡奶油倒入蛋黄和巧克力的混合液中,搅拌均匀,倒入装有烤好饼干末蛋糕的模具,将留下作为装饰的巧克力碎末散在上面, 盖上保鲜膜,放入冰箱冷冻层,冷冻24小时,取出切块机可食用,烹饪技巧,一,烤饼干末蛋糕的时候,最好垫上一层吸纸或油纸,方便脱膜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